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加全指数目前来到了16,665点 可以看到说目前是来到了下跌114点 今天观察说在量人的部分是稍微比较少 那么可以看到说今天的估量大概是2,300多亿元 盘面上观察不管上市在2330的台积电 现在是来到544块钱 下跌9块钱 所以今天光是台积电的跌幅 可以看到说其实就挺沉重的 盘式上的观察 我们电话先要请教到的是 华冠头顾的范振宏分析师 老师早安 好 要请教老师 可以看到今天的台股市呈现开低震荡 那么当然最主要看到台积电 今天的这个表现是比较疲弱的 盘面上我们观察 比如说光通讯族群 还是非常的强势 那么AI是再度熄火了 这个操作的策略怎么看呢 好 那我们先从周五的美股来看好了 因为周五基本上公布这个销售的新数据 是地市场预期的 那当然说市场是先有些反应 不过呢 基本上星期五主要在下跌 是在跌这个尾巴冲突的部分 因为先前有跟大家提过嘛 就是市场会不会受到影响 关键可能在于说 这个相关的战事有没有扩大 那在这个以色列宣布要 这个二十小时要求这个加沙的人民 要撤离到南边之后呢 现上等于说这个战事是扩大 而且对于尼巴尼的这部分呢 鉴上战事也有升级 所以这部分当然就引起国际的 这个避险情绪是比较高涨的 那也看到说十年期供债跟 两年期供债殖利率呢 是的确有买盘进入 所以导致殖利率是有出现下跌 那这部分当然说大家会比较紧张啦 不过是否会引起更大 比如说像过去几次的石油危机的 这个崩盘呢 我自己认为是说 这个机会可能相对来说 不会那么大 那原因是什么呢 那第一个是说 过往呢石油危机影响比较大原因 一来是说 全球经济处在经济复苏上升周期 当时呢 当油价上涨 这经济上会推升通膨 那推升通膨的话 进一步对市场的信心 跟整个企业货位能力 影响就比较大 那第二个呢 是过往 其实上以前的美国 是比较仰赖这个石油进口的 所以只要石油危机发生 那美国本地的油价 就会大幅上升 那这次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目前经济是处在比较偏向低迷 就是需求比较不好 你说复苏吗 又不太确定 你说现在周围更惨吗 好像也不太确定 那如果说 而且目前处在通膨的下行周期 那如果说油价再次大幅上涨 去推升通膨的几率 建设上会比较低 反而有可能因为油价上涨 而去压抑消费 所以这通膨影响 未必有这么大 再来就是美国的战备涂油 也可以去释放 那在第二点 就刚刚有提到 以前美国是仰赖石油进口 但是问题是 这几年来 美国情商已经转变成石油出口国了 所以等于说 这个油价影响 对于美国本地的影响部分 经常不会那么大 也就是说 或许接下来油价会有一些剧烈的波动 或者是上涨 但是像过去那样子 动辄油价涨了一两倍的可能性 现在还会大幅降低的 当然说这样子分析之下 是只能提供大家说 因为这次战争 而导致大幅的崩盘 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但是你说短线会不会受到 这个避险情绪去影响 导致市场出现 比较大的修正 这个就比较不好确定 就是说几率还是有 但是就是说 进一步大幅崩盘 因为这个原因大幅崩盘 几率比较低 但是可能比较大 关注的重点还是在 联准会的紧缩政策 带来后续的影响 因为毕竟过去 不管是石油危机 还是有其他的主要的因素 去打成不管是雷曼风暴 还是打控风暴 见上都跟联准会 当塞亚政策 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如果说当联准会 是处在紧缩状态 或是市场处在一个 衰退的周期里面的话 见上这些事件 见上都是会 加重市场的跌幅的 所以这反而是要去关注 联准会后续带来的 效应的影响 那这部分可能就是 建议大家小心 那当然说周五的美股 虽然说普遍下跌 除了道琼 因为银行股的财报 开得不错 所以小波收红 那费半跌2.7% 但是目前看起来 就是算说是大幅下跌 但是并没有说出现 结构的破坏 不管是费半 它打刻的S&P500 都没有出现 大幅的结构的破坏 所以目前就只能说 目前美股还处在一个 扩底的阶段 还处在扩底阶段 那回到台湾来看的话 台币竟然在上周 跟今天又重新回到了 一个贬市 所以对于指数压抑 程度就比较高 那其实上周我也有提到 就是说台币转向 转向升值 当然说对指数是有利的 不过也要留意 因为目前只是第一个 上周只是整本波贬市 就是9月中以来的贬市的 第一波的修正 那得回弹 那这边可能反复震荡的机会还是有 所以对指数的影响也还是有 所以我这边关注的话 如果说从技术面辅助去观察的话 那上礼拜也有提到 算是说短期十字线转升 那指数也有上涨 那当然说是我们转为正向 那但是呢月线呢 在本周 就是明天后天 其实转向会扣高 转向会扣高 所以行程压力期 可能要等到这下半周 才能够划跌 但是就变成说 这礼拜的指数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先看 10月11号低点 16567 这里可以持续守住的话 因为这里跟半年线跟月线 刚好是还有十字线 是一个多重指数的位置 所以16567这边可以守住的话呢 就有机会在下半周 这个等到这个月线开始扣低 去转称 那是不是到时候 行情会又变得比较好一点呢 我觉得这次是值得关注的 毕竟在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内 不管是发现24号的带量大涨 或者是说 这个9月15号的创新 就是带量站回季线 那这两次的上工件 都给了市场一个 比较好的想象空间 大家都隔天马上就被跌破了 那这次稍微不一样的是说 在10月11号这一天带量突破 这个短期的颈线之后 短期结构转正向 那但是在隔天也没有说 像这些人要被跌破 所以我觉得 这天的第一点 大概就是 接下来这个礼拜的观察重点 那当然说 在族群部分 在族群部分的话 族群部分的话 今天看起来就是光通讯 是比较独领风骚的 在大盘下跌的状况上是表现比较强势 那另外在传产部分 是可以看到塑化股稍微有一些撑盘的一个作用 看到塑化股稍微撑盘的作用 那另外就是金融股也有在撑盘 因为目前只有金融指数是红的 那另外在族群的部分除了光通讯之外 目前看到比较强势的大概就是赵子 赵子今天是比较蛮整齐的上涨 华子涨7% 然后永峰羽涨2% 然后龙城也涨2% 但是整理看起来 今天就除了 大概就除了这两族群 其实其他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族群性 所以短线呢 AI个股又不如预期的 没有说重新带点大盘 去做一个稳盘的一个角色的话 那我觉得短线的选股方向 当然说是比较困难一些 那我是觉得说大家这段时间 看法还是一样 持续寻找 比较后续展望好的个股 然后技术面表现相对于大盘强势的 去关注跟找寻布局的机会 其实还是会比较安全 讲来讲 最近的盘式来说 要么就是要做得够短 要么就是要做得够长 如果说你是正常的波段效率者的话 最近可能是双发的很严重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盘式本来就是 趋势的方向性并没有很明显 所以这边就可能就提醒大家 但是说是不建议做太短 因为毕竟做短的胜率 一项来说历史统计来讲 都是不高的 所以会建议大家往这些 展望强势的 然后技术面比大盘好的 这些个股去做布局 好这个呢 是在盘式的观察 不过请教教老师 可以看到说其实近期呢 观察说在这个油价呢 是出现了回挡 不过呢运价是持续在往上攀高 这个部分呢 对于说这个散装的族群 老师建议这个栽埃操作方面 有机会可以来做留意吗 散装的部分我是个人认为 不管是原物料啊 就是钢铁或者是货柜运 或是散装 基本上他们的最好的旋转周期 在前两年已经结束了 所以短线来讲 他们短线即便有一些运加上涨的题材 但是我觉得行情可能都没办法走太远啦 不没办法走太远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看待这一块 因为毕竟到接下来的需求状况呢 到底好不好 就是大家都是物理看花啦 所以特别是货柜运的部分 像上礼拜五的消费者新指数 也是持续的下滑 那这部分可能我觉得都需要一点时间去做观察 那与其关注散装或货柜 就是倒不如去关注消费性产业 这些个股的复苏的状况 到底有没有合乎市场预期 然后进而成为下一步的主流 这个部分呢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也非常谢谢老师的分析与指教 我们看到呢 在加权指数现在来到了16673点 现在下跌109点 稍微呢在跌幅有出现收斂 盘式上的观察又怎么看 我们先稍微收集一下